現場拉起封鎖線 警銷躲在車後掩蔽就地引爆 不過衛爆彈彈殼比喻其中厚實 兩個小時後進行二次引爆 黑夜中隱約可見閃光 還有不少碎片彈了出來 散落在兩棟住宅大樓中間的馬路上 經專家確定後 這顆不定時炸彈終於成功被銷毀 事件發生在6號下午4點左右 香港馬力醫院重建工地中 施工工人意外挖出一枚二戰時 已留下的日軍衛爆彈 警銷貨爆後赶到 研判爆炸威力可達百米 而距離最近的民宅只有30公尺 立即對周邊居民 醫院辦公大樓和護士宿舍在內 600多名人員進行疏散 其實十幾年前 在他整這條路的時候 都發現有一個戰時炸彈 他試過半夜三點鐘的時候 引爆炸傷個人的 由於馬力醫院院區距離較遠 達400公尺 急診室和住院服務維持正常 不受影響 卻也讓周邊民眾過了一個驚魂夜 記者綜合報導 郭文貴是最難的 天地� 對紅人陽 的肌肉